今天有個新聞傳染出來說 我們的海龍蛙兵 竟然接受美國的訓練 接受美國的訓練幹嘛 去做這個河岸的一個巡防 守哪個河岸巡防 要守淡水河 因為現在非常擔心是 老共會從淡水河 進行的一個斬首行動 所以海龍蛙兵要駐守在這邊 也就代表 現在而且 美國有些人會常住在這裡嗎 是這樣的 這個社榮外面的報導也出來 這個新聞其實很有意思 所以有的是 就是說以前我們跟美國協助 基本上就很低調 然後沒想到說這一次 美方雖然是透過特定的媒體 放話給媒體介紹 原來我們美國有小組 來考察我們的活動 然後我們的陸軍的海龍蛙兵 去美國受訓 那其實不只是海龍蛙兵 其實我們的海軍陸戰隊的一些 小艇中隊特殊組員 他們也會去受訓 那為什麼會去美國受訓 第一個就是說 美國 你不要看說美國這個河防部隊 他們都是特殘部隊 就是說美國特殘部隊 下面的叫快艇部隊 他們都是特殘部隊 他們特殘部隊從越戰這個河 對 這個特殘 從越戰時期開始 開始慢慢的 歸由特殘部隊來訓練 那其實我們跟美軍交流 有一個好處 就是第一個 美國他有很多的實戰經驗 那其實很多實戰經驗 可以用在我們的一些 淡水河的廚房上 所以我們在電影上看到 那些海豹部隊做這快艇 在河岸裡面快速的運作 現在我們想把那一套的戰術 學過來 對 其實沒有 因為其實淡水那邊 就這個以後 我現在淡水河看到嗎 就是這個是 比如說在那個河流 還有比如說佛羅里達州 那些找的地方很好用 那為什麼這個快艇那麼好用 第一個吃水太淺 吃水太淺的話 其實我們之前在淡水那邊 有海軍的快艇部隊進駐 但是後續因為港口 所以其實我們快艇部隊撤出 那那個地方都閒置 那閒置現在說戰術觀念改變 說不對啊 那中國如果要碎星斬首作戰的時候 剛好會從淡水河進來 這個是常常被軍方說假定 那要怎麼防範呢 那當然是軍方就把戰力最強的 比如說陸軍的 蛙龍部隊 海龍部隊呢 調來做協防動作 那為什麼淡水河這麼重要 因為其實這個跟淡水河方有關係 其實淡水河我本來想說 你海龍蛙兵放在了淡水河幹嘛 海龍蛙兵就是 你說拿個匕首 刺人家 現在我才發現 原來海龍蛙兵未來 是把海豹部隊這個 在水上快速運作的戰術帶過來 對其實除了海龍蛙兵之外 其實我們在去年 去年漢工38號演習 其實我們整個淡水河防 都有做相關的演講 譬如說這張圖片很清楚 跟觀眾講說 其實如果說敵軍要進犯台北港的時候 其實我們還有陸航的AH-64可以攻擊 那其實像最近的部隊 還有譬如說陸戰隊66旅 還有官職部 甚至269旅都會來協防 那這些協防的部隊 其實假設都打 都打不過中國軍隊 其實我們還有武山公平行 武山公平行做什麼 居然是在關渡 就是挖子偉那邊 步一個河流 用M8的風評 做什麼 在水上佈陣 佈什麼陣 當初 韓光38號演習說 架設爆裂物 但是我們要想說 暫時的時候 可能在淡水河這一線的布放水雷 那除了陸軍的水雷之外 其實海軍他們有快速布雷小艇 我們之前前年 海軍成立快速布雷小艇 他們也可以在淡 整個淡水口布放水雷 所以其實水雷之外 工兵也可以布水雷 那布爆裂物 那加上海龍滑兵 其實我們的淡水河的防守 是相當相當的緊密的 馬上的城城 傷害布大部分 上海龍滑兵 第一季 旦有風浹 我們現在滿足的 北海龍滑兵 我們現在來了 我們不會了解 當地 海龍滑兵 東海龍滑兵 風